尽管最近下了几场雨 但柔佛州林贵水坝的水位 依旧处在20%到22%的超低水平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尚高 在预请公众省水的当儿 也透露公用事业局正在探讨其他方案 包括海水淡化和新生水 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水源供应 由我国营运的林贵水坝 从年头开始水位已经掉到50%以下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尚高说 水位要恢复到健康水平 可能需要好几年 华山高也欲请国人节省用水 并希望接下来的降雨 能改善水位下降的问题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